安华以不点名的方式讽刺党内领袖滥权 尼克敏提醒行动党党员遵守纪律 更形容说行动党不是酒店 香港今天进行序会选举 投票人数及候选人人数都创下新高 更多新闻详情 欢迎收看11月24日后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袁静 公正党主席安华今天在第二届改革加大会上致辞时 以不点名的方式讽刺党内有掌握官职的人 以发放工程换取支持 他还指该名公正党领袖 还和敌对政党谈论有关工程事宜 矛头直指早前在官邸 与多位巫统国会议员会面的 公正党属理主席阿兹敏 安华表示这种发放工程的习惯必须停止 因为这属于滥权行为 他也感到遗憾 因为有部分公正党领袖 已经忘记该党斗争核心的改革精神 霹雳州行动党今天举行 第二十届常年代表大会 霹雳州行动党主席尼克敏 在大会致辞时强调 行动党是干净有几率和原则的党 并提醒党员们 不要违反行动党的党规 学生去学校都要守起立 各何况我们是执政党 国有国 党有党规 行动党不是酒店 不是你今天喜欢check in 明天你就check out 没有这个意思 不过早前涉嫌性侵女佣案的霹雳州行动党财政杨祖强 以及出任杨祖强辩护律师的霹雳州行动党周伟天人奈都和尼福奇 今天都没有出席这场代表大会 而早前辞去党职已是支持杨祖强的梁卓金及廖太义 虽然随后宣布归队 但今天同样没有出席代表大会 被问及缺席原因 梁卓金向新周日报表示 有人尝试阻止他和廖太义重返州委会 杨祖强则表示 对梁卓金及廖太义缺席大会仪式不知情 强调早前已经通知两人出席 至于自己则是因为发烧缺席大会 而早前声援杨祖强的霹雳州行动党副组织秘书西华表示 他目前仍在丧礼 所以无法出席大会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今天在脸书以马华一代巨人的陨落为题 宣告李金诗逝世的消息 他写道李金诗活跃于政坛风云激荡之时 经历过大起大落 但依然坚持到底 站在最前线捍卫党国与民族的尊严 回顾李金诗政绩 他曾在90年代担任马华熟理总会长与马清总团长 也曾经出任卫生部长及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 魏家祥说 李金诗敢怒敢言敢做敢当 而马华领袖的座右铭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就是李金诗的经典语录 让我们祝福李先生一路走好 您的贡献与传奇 大家将铭记于心 最后来跟进香港的消息 本届香港区会选举有近40万名新登记选民 是最多新增选民的一次 候选人人数同样是历史先高 共有1090名候选人 进逐全港18个区的452个议席 候选人当中有许多都是年轻人和政治素人 另外全港612个投票站内 共驻守了超过2000名警员 不过仅对前线指挥官评估 今天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低 因为选民都希望能够顺利投票 本届香港市会选举的总选民人数为 413万2977人 截至下午3点30分 累计投票率已经达到47.26% 投票人数为195万321人 比上届同时段多了近1.6倍 甚至已经超过上届的总投票人数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 感谢收看 百格大事记是由泰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更多详情请浏览 university2.taylors.edu.my.enroll 感谢观看 百格大事记是由泰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员